云林县警方接获了民众报案 有一名八岁的喜憨儿疑似走失 在斗六市区上闲逛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就把女童带回派出所 但是女童没有办法说清楚 自己住在哪里 后来警方积极的询问 还找里长来帮忙 终于帮女童找到家人 第几次 八岁的喜憨儿迷路回不了家 警方接获报案带她回派出所 女童在所内相当活泼 一点也不怕生 不过她无法清楚表达 自己住在哪儿 一度让警方相当痛痛 俗信当地的立刻博 对女童有印象 警方寻现找到了 出外卖水果的父亲 女童的阿嬷接到儿子电话之后 赶紧到派出所要接回孙女 女童住在斗六市 父母都外出做生意 趁阿嬷忙着照顾曾祖母时 自己跑出了家门 想到柚子园找工作的阿公 女童走了一公里远的路 迷失了方向 俗信警方热心协巡帮她找到家人 将她平安接回家 请不吝点赞